4月11日,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方反对美方干涉,限制中国企业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商务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验证的最终用户名单 对此高峰指出,美方此举对中国企业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将有关企业移出名单 美国商务部刚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验证的最终用户名单 对中国企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对企业正常贸易造成障碍 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动辄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干涉限制企业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 中方敦促美方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 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将有关企业移出名单 便利和促进双方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 针对近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光伏电池产品发起337调查 高峰表示 这是企业间的商业纠纷 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 于2019年3月4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申请 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有关产品 侵犯其专利权 根据我们的了解 目前涉案的中方企业正在积极的应对 这是企业间的商业纠纷 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客观公平公正的开展调查 妥善加以解决 谈及近期结束的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挫商 高峰表示 中美双方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 技术转让 非关税措施 服务业 农业 贸易平衡 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 取得了新的进展 双方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指引下 就遗留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